看看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红烧鲤鱼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是一条大鲤鱼 肚子比较大 然后把鱼籽拿出来 鱼汤洗净 把鱼血去净 来洗好 加上盐 熟悉点味精 灌上一点花椒面 拿过来一块葱 姜 切成这样 看啊 这样 把它拌一下 像做荷包鲤鱼似的 荷包鲤鱼肚子里呢 装的是肉 这个呢就是 把原菜的鱼籽 给它放到鱼肚子里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这个需要这样处理 齐上齐盘花刀 伸至 鱼肉的一尺的二分之一 这要齐盘花刀 把上盐 这样 把上盐 里外都撒上盐 搓一下 这边也搓一下 加上 加上点 酱油 这边也加上酱油 哎 这样就可以了 栽壳里面也这样 蘸上盐啊 这么搓上盐 把这个鱼籽 喂好的鱼籽 直接再装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腌味15分钟 把表面的汁水去尽 撒上面去 不要多啊 有点就行 朋友们看一下啊 这个盛住 把这个油再盛住了一点 哎 半煎半炸 就这个样子 朋友们看这边啊 这个面 上 冲锅底 手 兜住 鱼肚子啊 这边 也打上 面粉 看看 下锅 可以这样动手 让这个油 炸一下头 再炸一下尾 煎至金黄色 画点红才好 咱看一下啊 把这鱼动一动 这样晃也行 用勺子呢 来回这么摆动也可以 这样不也一样吗 是啊 勺子放到鱼股上 放热 好了 就可以就可以了 继续煎 但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啊 先别动它 看看 煎至这个颜色才好 基本上两个呢 都是一个颜色了 现在呢 把鱼油吸出来 然后呢 把它放到肉勺里面 加入煎鱼的油 放入 花椒 大料 花椒是五个粒 大料两果 五花肉一两半 十二两都可以 炒香 葱姜蒜 葱姜蒜 等一下口味 炒出香味 把那个 料酒 或者黄酒 多加一张 我的黄酒 放在这边养 酱油 35克 盖上缸 焖上 三分钟 就可以加汤了 来 看一下 加入汤 我这是白开嘴 加上盐这些 这个是老抽 再加上点 酱油 20克 再加上 白糖 红烧鱼 红烧鱼 必须要体现出甜味 但不是很大 我说话 大甜 蒸甜 小甜 微甜 这是微甜 盖上盖 旺果烧开 盖成小火 来 这样 现在 大致 大致 需要 15分钟 最少15分钟 最多不超20分钟 把汤根 往下烤一烤 也抽透了 味儿也进去了 汤下去 三分之一就可以 这个必须下锅 这属于 辣些了 盖上盖 我想起来了 这得放你 这样盖上盖 好 一会儿见 现在开锅 五分钟 这是老陈醋 打到锅里 盖上盖 盖上 用醋 出一份 增美味 增鲜 好了 一会儿见 现在是十分钟 看一下 再看下面的火 再看啊 这个鱼 这没粘到锅上 一动 一看 这就没粘上 可以呢 调大火 这个呢 叫收拾 现在呢 可以 出勺了 这样 清水 清水 老抽 加点糖 味精 淀粉 少 加上点 姜油 我这个是 材料油 把这鱼尾上啊 都要打好汁 好了 咱们看一下 这个整体造型 现在呢 把鱼肉剥开 看看 这里面一下子 看看 来块肉吧 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上面这个汁 入口糯香糯香了 你看这个汁 非常亮 琉璃状 入口 非常的入味儿 也有个朋友说 鱼 鱼 介热就算 这个 我愿吃嫩一点 嫩一点呢 肉质呢 不够入味儿 时间长一点呢 接住20分钟 你吃到的鱼 每一块鱼的肉的味道 非常不错 好了 今天这道美食呢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